我們為了吉米買的改裝鍵到貨了 我首先看一下這個錢包桿的部分 他錢包桿這個我選的是比較標準型的 就是原廠包桿型式的 那他是ABS射出的 然後他是很厚實 不是一般我以為是薄片的 那因為他有挖洞什麼的 他不是做薄的 他直接做類似做石心的 那其實應該是有打算出金屬的吧 不然怎麼會做這麼厚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的話他裝上去他象徵度是比較高 可是你的進路角就稍微會稍微小一點 原廠包桿沒有裝嘛 就是只有裝一個類似鐵 那個桿架這樣 那所以他的進路角會比較大 那你裝了這個的話 他進路角就變比較小 那這個就是我們常在講的說 你在象徵跟 跟 破路性上面來講的話就 很難達到一個 均強的情形 他用的是 金屬固定片 然後會可以讓你放腳盤 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那 他還有附燈 還有附LED燈 那所以這個直接插 燈主 做一下正負極就好了 所以這是前保的部分 那自己要上色 那這個是後保的部分 後保的部分 我選擇這個型號 好像叫做馬力歐 S吧 我忘記型號 那他是一個全金屬的 全金屬 這邊金屬 這邊金屬 這個也是都金屬 然後他的固定片 都已經幫你鎖上了 固定片 沒有選原廠型號的原因是 覺得這個稍微比較有戰鬥感一點 所以前面是比較保守 那後面稍微有變化一點 這樣 那另外的話就是 R-C式的溫度腳盤 基本上會有兩種的 一種是這種 mini 那另外一種就是 標準型 形式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標準型就稍微大一點 所以他在安裝上面會比較OK 那像我 我在裝TRX4的話 是標準型的 會卡不進去 太高 那這個有特別跟他說明說 一定要這個保桿 他的空 空間可以放得進去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這些東西 裝上去以後的 整個車體的感覺怎麼樣 然後 我的 Jimmy 車好了 然後 然後 好這個就是我們把改裝件裝上 緊密車之後的 整體的感覺 這個是KIT版的 那KIT版它只有搭CFX 這是前置馬達版本 所以塗裝可以自己塗裝這樣 那我們來看幾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不喜歡那個玻璃霧霧的感覺 所以我這邊就把它切開 那切開之後會裸空 那裡面會容易髒 所以我就故意把它的烏烏的變成是玻璃 然後切開那個空白的範圍 好像是開窗這樣子 我要可以看得到裡面 所以這一個前檔的部分 這個熏黑的貼紙 我也是把它切除掉 只留邊框 那駕駛這邊的時候也是一樣 它是半開窗 然後有駕駛 然後我用的內裝 是90044的 車殼去切開的內裝 車燈的部分 其實如果說你有裝車燈的話 這個是可以不用貼 可是它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全遮蓋 就是不會透光 那另外一個就是像這一個會透光的 你貼上去之後呢 紅色倒車燈跟方向燈的部分呢 它都是可以透光的 所以你打光 有光線的時候 其實它還是可以顯示出不同的燈號 備胎的部分 那備胎的部分呢 很難去挑得到說一個比較小 那因為我們有裝後保 我們等一下介紹後保 所以它整個可以裝的這個高度 高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它這邊會有空隙 那這個是雷虎十二分之一 那個75厘米的胎 那我把它拿來當備胎用 那它的胎徑很小 大概好像是25還是28而已 那這邊的話是備胎固定帶 那我有把它不一樣的一個處理 原來它的備胎帶好像就是固定的樣子 那我現在是把它用 所以我買一組就變成兩套再用 就直接一個綁帶固定這樣而已 這個是側踏的部分 側踏的部分是那個許宏偉 我跟我的車友分享的 利用那個CFXW的側踏板 側邊的保桿 然後把它拿來當它的側踏用 有加網子 可是它不是金屬網 它是黑網 那金屬網就會更清楚 那最後要介紹的是 我們這個CCHAND的改裝鍵 它有很多個樣式的改裝鍵 那我選用的這個是 那個原廠形式的一個保桿 然後加上角盤 那它的保桿固定做是金屬片 可是它的保桿這整支的話 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那個 ABS的塑膠這樣子 那它這一個在設計的時候 就有一個缺點 其實它的孔位都是有 依那個RC4W的 旺腳盤的一個孔位 就是你把它那個基礎底板去掉之後 其實都可以直接鎖上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說 它這一個腳盤口的地方呢 剛好被這邊下面這一支擋到 所以呢 變成是你的腳盤口 我也沒辦法固定 那我是另外磚孔 然後把它剛好丟在這個 塑膠原來給的圖 它其實是把這一個在 從這邊磚孔 然後用比較長一點的把它鎖進去 還是直接鎖在保桿上示意圖 那就比較沒有辦法去抗那個 收線時候的一些拉力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個車友可以參考一下 那後保桿的部分 我就沒有採用原廠形式的保桿 而是選用一個比較折衷的 就是帶一點點戰鬥氣息的一個鋼 鋼管後把 然後呢 還有這邊 這個側邊的 那它這一支呢 是全金屬 這一支是全金屬 可是如果你選用原廠形式的話 就是一樣 就是 固定架是金屬 然後 其他的部分的話是塑膠的 那它裡面還有好幾支保桿可以選擇 也就是說可以依照你個人的喜好去做一些搭配 這樣 那我這邊用的燈呢 就是 車可是還沒有裝燈 可是我的保桿燈 就是直接跟車底盤一起使用接收的供電 這樣 那我們的 這個 機密就完成了 然後 就等著 直接下場了 在腳盤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使用的是RC4WD5WM腳盤 然後搭配 無線 無線 控制器 好 然後 有點猶豫想要把它整合在遙控器上面 那個槍控上面 可是呢 又怕 整合在槍控上面的話 就沒辦法隨心所欲的 帶著它到 到處去用 這樣子 這個還在抉擇說 怎麼使用比較好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